打BNT在國內還是只有單家疫苗能選 這也讓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忍不住炮轟 為何就是沒有BNT次世代疫苗可打 韓話指揮中心快購買 但薛瑞源卻如此回應 就連民進黨議員梁文傑話也說得很酸 臉書發文郭董母親想要BNT就要幫他買 那我也要帶母親做商務艙 但BNT次世代疫苗爭議更燒到指揮中心 發言人莊仁翔原本回說臺灣BNT還很多 事後即便補充是只單家疫苗 但郭台銘臉書再發文 上週才問過北醫 像媽媽這個年紀需要打的是BNT次世代疫苗 但目前臺灣沒有只有單家疫苗 尤其針對高風險族群 為何就是沒有辦法選BNT次世代 他們在這個效果上 或者是副作用的比較上 是沒有差異的 混黨已經證明是安全的 我們並沒有排除要購買BNT的次世代疫苗 那這個事情我們也會請BNT來做一些協調 即便強調國內手上有的莫德納次世代 跟BNT效果差不多 但胸腔重症科醫師蘇一峰也質疑 看圖就知道 第一代疫苗保護力很快就到谷底 反倒應該有多一點次世代疫苗 才能對抗變異株 打次世代成為趨勢 畢竟國內唯獨莫德納可以打 民眾有更多選擇 或許也拉抬打氣 TVBS新聞連至就宣傳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